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巴 哈囉我是舒服三天盤的阿貴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是 iPhone11 Pro 這一次我拿到的是夜幕綠 這是我自己買的 相信大家在這幾天都有看到 陸陸續續有人開箱 不過那個開箱是 是蘋果在上海舉辦的媒體的接車會 所以跟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手上的這一支是大家即將要拿到 要入手的台灣市售版 台灣寶 對 台灣市售版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 看一看裡面到底有什麼 好 接下來我們來開箱吧 好 開箱了 全部都在這邊 那這一次的夜幕綠 坦白說真的非常漂亮 我個人覺得它很漂亮 因為它的質感 以往你會覺得它的 手機的顏色就是比較亮面的會好看 它這一次改用的是霧面的 你會覺得這個霧啊 不僅有防指紋的效果 然後又可以讓手機看起來更低調 而且這一次是 蘋果歷代旗艦以來第五個新顏色 對 很久沒有新色了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這次想要買新手機的話 真的是選綠色就沒錯 你才能讓人家第一眼就知道你換新手機了 可是羽霸啊 現在綠色要等啊 綠色要等嗎 等很久了 光是官網我記得就要等三週以上了 都要三週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沒有騙羽霸 我們看一下邊框 這一次是採用不鏽鋼材質 對 依然是醫藥機不鏽鋼 非常的滑膩 我這一次啊沒有選擇MAS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MAS實際拿的時候你會覺得 它真的是比較重 重很多 以往大家都喜歡大手機 可是那是因為以往的屏佔比不夠高 所以你的尺寸啊 你會選擇大的 然後讓自己眼睛看起來比較舒服 可是現在的屏佔比都非常高 像蘋果的屏佔比已經是數一數二了 都是90%以上 對 除了有瀏海之外 有瀏海那沒辦法 對 但是它的屏佔比已經夠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選擇 Pro 是剛剛好的尺寸 握得住 屏佔比又夠高 剛剛講完了顏色 講完了它的側邊 講完它的質感 可是雲爸剛剛一直沒有講到 對於這三眼怪 雲爸有什麼看法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三眼怪 那這一次是 蘋果有史以來 鏡頭部分升級最大了 它採用三顆1200萬的鏡頭 標準鏡頭 超廣角 長焦 11的話是只有 標準跟超廣角 對 就少了長焦 那這一次啊 他們會這樣子排列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三顆距離一樣 再搭配S3 它可以讓三顆鏡頭 在彼此切換的時候 可以更加流暢 那這一部分啊 我會等到 下一支影片 做鏡頭的實測 做相機的實測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 它到底跟其他的超廣角的手機 跟其他旗艦 比如說像Galaxy S10 跟P30 Pro 或即將要推出的Mate 30 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來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其他配件 再來是看到這個感人的 終於提升到18W快充圍 對 十年 整整十年都用5W 誠意是有給出來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再快一點 好 那接下來啊 依照我自己的習慣 拿到新手機 我就會拿去包模 所以待會我會拿到那個 模式密碼去貼上 他們最新推出的藍寶石玻璃寶物貼 順便把全機把它包模起來 OK 那待會見 好 我現在人來到那個模式密碼 這一次有哪些寶物貼可以選擇 這是iMOS最新出款的那個人造藍寶石 這個有點焦滿滿的功能 所以它比去年那一款XS的 還要再更滿一點 而且上面是沒有缺口的 所以這一款如果你有最頂級保護的需求 想要更滑順的話 可以選這一款 這兩款都是美商康寧玻璃的 這個是熱彎3D 就是一體成型的3D 這一款是點膠3D 它是基於2.5D的滿版 再去環繞一圈 是可以包到邊邊嗎 對 做成類3D的效果 這個是熱彎3D一體成型的 這兩款的差別其實就在於 你選什麼保護殼 如果你是選那種保護框的話 那就建議選非滿版 因為有些保護框 它會比較包到比較正面的地方 它會干涉 所以會起泡 對 那就建議選非滿版 選非滿版的點膠3D 對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選 那你就把你的殼帶來 給MOOSE密碼測測測看 那他們評估 他們會幫你選 那個你要滿版還是非滿版 沒錯 好 接下來開工 那目前啊 我用了兩種霧面的膜 那這是細奈米 這是粗奈米 粗奈米貼起來的感覺是這樣子 跟原本的質感在接近 那細奈米的話 就會改變原本的質感 所以最後選擇 粗奈米模 好 現在已經貼好 藍寶石玻璃貼 這一次的孔位啊 它的聽孔的位置 開得非常的準確 它的手感 就是比一般的康寧玻璃 比原廠的玻璃 還要再更加的細緻滑順 那比較適合玩手遊 打game 那它的細緻程度比較好 相對更耐刮對不對 它的耐刮程度 基本上只有鑽石刮得了它 嗯哼 OK 好 這個是 PIMOS的藍寶石玻璃保護貼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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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